所謂的食物里程 代表从产地到消费者的距离 我们先来看看 一颗日本进口的苹果 食物里程有多少 从我们住家开始散起 长距离的食物里程 代表着消费者购买的食物 可能达成高碳排的飞机 从地球另一端飘洋过海而来 加上采摘后运输的距离 一颗日本进口的苹果 食物里程是非常庞大的 同时为了防止运输过程 影响食物的品质 食品的包装 冷藏 通常会排放比在地食物 还要多的二氧化碳 也就是更高的碳足迹 举例 举例来说 日本的苹果 2170公里 泰国的米 2400公里 纽西兰的奇异果 8880公里 而美国牛肉 因为要飞越辽阔的太平洋 食物里程更高达了 一万两千公里 运输过程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让每一公斤的美国牛肉 平均排放额外的 13.2公斤的二氧化碳 而如果是在产地 献採的新鲜食物呢 运输排放的二氧化碳 几乎是零